哨声一响 小朋友们纷纷从滑水道上往下滑 这时却有一名工作人员上前捡食物品 当场和一名孩童撞成一团 事发地点就在宜兰同万节的水上乐园 暑假期间高温炎热 不少家长带小孩前来吸水消暑 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这个巨大滑水道 为了维护游客安全 主办单位派遣工作人员在滑水道上方 以及侧边控管 并且要求游客要听到哨音 才能往下滑 但17号下午却有工作人员疑似 没听到哨音突然进入水道 捡食物品和小朋友撞成一团 那当天的状况可是有些死角 或是因为水雾喷雾导致于 我们的救生员没有看清楚 所以发生这样的意外 然后一定要落实在水床都进空之后 才能让游客下来 而且我们也会在下方的部分 再征派遣移民人力来看做管制 主办单位表示 事后已经针对所有工作人员 在做教育训练 他有说下面的人要先离开 然后他吹哨才能流下去 他们的救生员会 是会看一下秩序这样子 然后会依序让他们下去 然后确认下面没有人 才让他下去 幸好当事工作人员和孩童 都没有大碍 主办单位也强调 已经加强控管 要避免类似事件 再度